觀眾朋友好 歡迎收看中國禁聞 中共喉舌新華社12月22日報導 中共政協副主席統戰部長令濟化涉嫌嚴重違紀 目前正接受組織調查 令濟化曾經是中共前黨魁胡錦濤的秘書 長期擔任由大內總管支撐的 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 一度被認為是有望在中共十八大上 噤聲政治局的熱門人選之一 但是在他兒子令古 2012年3月份死於轟動一時的 法拉利車禍事件後 令濟化的仕途就突然逆轉 海外中文媒體早前也報導說 令濟化涉嫌捲入中共前政治局常委周永康 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的政變陰謀 最近兩年有關令濟化的負面傳聞也是不斷的傳出 他的家人與親信也是接連出事 因此對於令濟化的被調查 外界並不感到意外 而儘管如此令濟化落馬的消息 還是立刻成為了西方媒體報導的熱點 美聯社報導說 令濟化因為兒子死於 耸動的法拉利車禍而失寵 搭上車禍令他的仕途上升之路 嘎然而止 英國廣播公司BBC中文網也報導說 令濟化的兒子令古車禍之後 令濟化出動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封鎖現場 這受到了中共中央的批評 華爾街時報則報導說 令濟化出動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封鎖 車禍現場的舉動 事後受到了中共內部對立派系的攻擊 報導引述美國中央情報局中國問題分析家 詹森的話說 令濟化兒子出了車禍 在政治上最受益的當屬中共前國家主席江澤民 詹森說 江澤民當初力捧薄熙來 那麼一度使他在十八大人事安排上 只有招架之力 但是江似乎很快就逮到了令濟化事件 作為翻本的籌碼 而且還是得理不饒人 美國之音也報導說 令濟化被調查顯示中共內鬥升級 報導引述評論員的話說 這不是一個單純的打虎事件 而是一個政治事件 可能會有很多人牽連其中 而在中國大陸的網絡上 令濟化被查的消息也是網友們熱烈討論的焦點 有人發帖 對比周永康和令濟化落馬時官方通告的差異 也有人揭秘令氏家族圈子背後的龐大帝國 不過由於話題敏感 大量的微博留言都很快被刪除了 而令濟化的名字也因此成了自由微博上第一熱搜詞 好 觀眾朋友 接下來一起關注這一期的時事進來 好 觀眾朋友 好 觀眾朋友